資料庫 那現在資料庫在哪邊呢 特別注意喔 把它啟動起來對不對 這邊不是有一個 HOME嘛 HOME就回家 資料庫在這邊有沒有 HOME資料庫 OK 或者是你進來其實就是HOME了啦 就是這個HOME資料庫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給他一個什麼 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呢 你就是直接給一個問題一 我們就是照那個剛剛的邏輯好了 你就是問題一 然後編碼方式的話 建議是用拉到最底下再往上一點點 有個UNI-Code UNI-Code的方式 那習慣上會用這個 UTF8 UNI-Code CI這一個 OK 按個建立 先選這個啦 至於細節 它有很多種UNI-Code的方法 不過以目前這個是最普遍的 我們按個建立 好 那建立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邊就有個問題一了 那你點選之後呢 有沒有 它這邊會出現建立資料 資料表 那資料表的名稱的話呢 也是問題一 我們也是問題一 然後欄數的話有幾欄呢 我們有五欄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輸入五 五欄有沒有 就剛剛那個嘛 就是 從什麼 姓名 一直到標準體重 有沒有 這五欄 OK OK 那我們就是按一個執行 執行之後的話呢 那再來就是說呢 我們要把那五個欄位的名稱 分別把它加上去 那五個欄位名稱的話呢 分別就是 姓名 然後特別注意喔 它的資料形態喔 它如果是文字用Varchar 那長度的話 你可以反正就是 十個字 這個大概 性別大概五個字 INT 其他 標準體重我用INT 不過我是建議 因為有小數點的話 可能用INT 它會把小數點拿掉 可能用Double會比較適合 所以這邊的話 分別就是再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 我們的這些欄位名稱 所以分別把這些欄位名稱把它加上去 我習慣是 乾脆直接 給它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個Varchar Varchar指的就是文字 變動的文字 OK 然後呢 字數長度 姓名我本來寫十啦 不過我現在二十啦 可以留一個比較長的 那性別的話 可能也要留長一點 因為現在可能 會有變動嗎 我不知道 OK啦 反正就是這個Varchar 體重的話有Double的話 有那個小數點按個儲存 儲存之後呢 那恭喜你 有沒有問題意義就產生了 那現在什麼東西都沒有啦 所以接下來怎麼樣 我們就是要把資料給帶過來 那資料怎麼帶過來 其實接下來就是要利用那個 那個V 就是直接在這邊下一個語法 Insert into 有沒有 這剛剛就練習過了 Ctrl C 那你要怎麼樣去練習 就是輸入那個語法 特別注意喔 你點擊這邊的時候有沒有 它上面有個C code C code的部分呢 請你把它貼上 就這些有沒有 然後你按什麼呢 按一個執行 這邊有沒有執行 有在這裡 OK執行 他跟你講說新增了一筆 恭喜你 那你再來怎麼樣 去把它查詢出來 查詢的話你可以什麼 或者是瀏覽 瀏覽你會發現這邊又多一筆了 有沒有 OK 那當然你也可以再用 音色的方法 然後多音色幾筆 然後呢 一樣用slate slate 比如slate的所有啦 其實雷尾覽這些都一樣 執行 他會slate出一筆 就這一筆 OK 那其他update delete 那再來後面就是說 已經有mySQL了 那 就是 今天的東西 只是 改ado裡面的那個 驅動程式 跟 連線的位置喔 那不過那個東西 其實怎麼來的 其實 就是 一般那個東西叫 Connection Street 就是會有一個網站叫 Connection Connection Street S T R I N G Connection嘛 就剛剛你們adodb.connection 連線 那我們會需要什麼 知道它的驅動程式 跟位置 那因為像這些東西 你怎麼可能會知道 你怎麼會知道呢 其實有個網站 我覺得還不錯 它把所有的資料庫喔 各種類型 只要是主流的 看得到的 它都幫你整理成 一個網站 叫Connection Street SS其實我之前怎麼找的 其實就是 這邊有嘛 有沒有 你會發現Standard 其實我剛剛這一串 就從這邊抄過去的 那如果SS 那個SS之外 還有別的啦 那比如說這邊有沒有mySQL 有mySQL 其實mySQL呢 也可以照抄 其實裡面的話 它這邊也有一個 什麼 這種連線的方法 那你可以 抄 那怎麼抄 我想 你因為今天時間 可能不太夠 那後面的話呢 因為還剩下一部分 新增單筆 新增全部 刪除 跟全部匯入 那裡面基本上 其實這邊已經有了 有沒有 就這個 這個就 Driver有沒有 等於這一串 不過這個東西也是從 剛剛的Connection Street 裡面查到的 Server的話呢 你可以用預設的 它標準 如果你是Local 自己本身就是 127.0.0.1 或者你可以去查 查你現在是哪一台 你可以怎麼查 右下角這邊有個電腦 你可以按右鍵 開啟 開啟之後的話 這邊有個區域網路 點下去 詳細資料 你現在的IPv4位置 就是 別人要 連到你這一台 伺服器的IP位置 OK你也可以改成這個 所以別人要存取你的話 也可以存取得到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可能 後面 大概沒有辦法demo到 也許下一個禮拜 我們把這部分講完 那再來呢 下個禮拜就要繼續來看 因為 可能 今天本來是這個 裡面還有另外一個範例 你也許你可以 亂亂看 下個禮拜的話 就是 可能資料拆解 不然就是工作表合併 怎麼拆 怎麼合 等等的 我想 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 先把今天的部分 MySQL 先試試看 那後面的話 我們下個禮拜 再把這一部分 給 結束掉 OK 所以今天 至少你一定要把 MySQL的部分 建立起來 並且可以建立一個 問題一的資料庫 問題一的資料表 有五個欄位 然後至少 inset into 沒問題 slash也沒問題 後面當然 就在跟ADO連結 Excel VBA 就可以 兩邊可以同步了 OK 所以VBA跟MySQL 也可以搭 搭起來了 OK 所以MySQL 基本上 就會成為一個 還蠻好用的一個資料庫 OK 試試看 呢